陆委会主委王玉琦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王张慧 预计过完年之后 2月16号在南京登场 这次王张慧是否有限制什么能谈 什么不能谈 王玉琦表示 原则就是维护政府立场 坚守对等和尊严 我们终于见到面了 所以今天就聊到这里 后会有期了 去年亚太经合会上陆委会主委王玉琦 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口头约定再见面 而现在王张慧已经确定成行 预计在春节过后 2月16号登场 内容聚焦三大主题 但却也有三个限制 为期四天的王张慧 全程都在南京和上海 讨论主题包括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的人道探视 新闻采访自由 以及两岸经济整合 而陆委会主委首次登陆 大陆方面限制不少 强烈要求不碰政治 不提中华民国 更不能谈及人权民主 法制和总统等三项规定 在双方协商的过程中 当然互相都会提出一些 这个对对方的要求 但无论如何 我们秉持的原则就是必须要符合对等 跟尊严的原则 那我们一定会坚守政府的立场 面对大陆还没准备好 承认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王玉琦选择坚守对等立场 但行政院长江一话 对三个不能说却不以为然 陆委会的主委去中国大陆 他有三个不能说的事情 是吗 我看到报纸这样写觉得蛮奇怪的 因为在我跟王主委的讨论之中 并没有听过有所谓的 三个不能说的事情或任何承诺 我们跟大陆领导人的会面呢 我们不排除 但是必须要创造有利的条件 王章会本身到我们没有赋予他这个任务 他只是整体两岸关系提升一个重要的一步 马总统强调王章会不会为马锡会铺路 而两岸官方单位首次正式见面 虽然说好不谈政治 但北京当局处处小心划红线 除了互称官嫌之外 王玉琪能不能为两岸合作 打好基础 将备受关注 有点TV刘一轩综合报道